由经济部商业司主办资策会承办与创业台杠联盟结合 连结东华大学育成中心 举办了电商数位行销工具工作坊 邀请专业的讲师与在地业者 来分享如何透过LINE 2.0 在后疫情时代有效提升顾客服务 也抓住新旧以及潜在客户 来把握报复性消费的时机 那么加强品牌的推广 由资策会执行的经济部商业司 109年网络购物产业价值升级与环境建构计划 特别与创业台杠合作 4日下午在东华大学育成中心 邀请专业讲师分享如何透过LINE 2.0 抓劳新旧于潜在客户 有效提升顾客服务 并让行销成本大幅降低 获得更多的客流量 降低广告预算的同时 也能带来更多的营收 教导如何用透过数位行销工具 来行销化联在地的商品 那透过分众行销的部分 来达到成本降低 然后抓住客人 我们连接了一些数位行销的 像LINE AD的第三方工具的加值服务 那我们希望针对业者 在数位行销工具能力上 我们做一个加值的提升 希望能够降低这个花东地区的数位落差 然后也在后疫情时代呢 能够协助花东地区好的产品 突破地域的限制 参与的学员都为在地的各行各业 有办手理业者 也有民书业者等 期盼在后疫情时代 协助网络零售业者了解 AI 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发展趋势 熟悉数位行销或相关科技的应用 花小钱创造高营收高效益 台湾在疫情后的影响 让许多店家其实都纷纷投入 这个数位工具的使用 那在数位工具的使用跟操作上 其实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跟发展 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程 能够让业者来学习了解说 在数位工具使用上 有什么样的变化跟调整 以及要如何使用 能够用最少的经费 跟来达到最好的效益 其实育城中心除了这种 数位行销的课程之外 如果你想要了解 关于其他像是物联网 这种科技应用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一起到依托邦来参加 那时间是7月15号的下午 7月15日也将会举办一场 人工智慧与智慧物联网的应用课程 想知道更多可联系 国立东华大学创新育成中心 记者蒋方燕收风箱报导